台湾验出进口美国牛肉含有岛内明令禁止的瘦肉精成分 但美方强调美国牛肉安全无余 台湾民众对此反应如何 此次新一波的美牛风波是否会引发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本栏目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台湾局行政团队有人离癌有人拒绝参选名单改组幅度或增大 增加与年轻网友对话的机会 马英九个人脸书积极筹备中开张在极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各位周末好 欢迎收看由五两夜黄金酒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林芝 中午的时间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台海资讯 台当局卫生部门14号晚间紧急公布 两批进口自美国的牛肉被验出含有瘦肉精 相关业者已经撤销申请进口 这是台湾地区自2007年开放美国牛肉进口以来 首度验出含有瘦肉精的肉品 台进口美国牛肉首度减出瘦肉精 14号抽检一共两批分别是136和92公斤的进口美国牛 初次抽验显示含有5ppb瘦肉精 进口商决定撤案不进口 同一时间台卫生部门也派员到卖场抽验24件进口牛肉 结果三件美国牛肉不合格 其中一件来自大润发台北内湖一碗贩售 有0.64ppb 两件来自好市多台北内湖店贩售 各是1.46ppb及2.84ppb 据了解这三匹美国牛肉只有这两个系统的大卖场才买得到 目前业者已经将问题牛肉全部下架 而台卫生部门也计划加强进口肉品的检查 其实台卫生部门在检验问题牛肉时查了两次 第一次初步验出部分美国牛肉含有瘦肉精成分之后 就立即对外公布了讯息 但是却在四个小时之后才通知相关的卖场下架 不排除在这个空窗期内仍会有不知情的民众把问题肉品买回家 因此台湾媒体质疑台卫生部门在这次瘦肉精问题的处理上反应漫漫排 美国牛滋滋作响 这回出问题您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因为开放进口快四年 第一次被台卫生部门抓到 十一件美国肉里三件有一点都不能有的信药瘦肉精 最高2.84ppb 分别来自大润发内湖医馆和好事多 中间拖四小时才请卖场下架 以好事多来说 台卫生部门早在14号下午6点出现艺术炉 就能通知业主 偏偏9点15分才透过台北市市府通知 在15分钟就打烊了 有没有下架也无差别 慢了三四小时形成空窗 瘦肉精这个是在禁用的一个饲料添加剂 但是大概有26个国家是可以使用的 禁药就是吃不得 台卫生部门却说许多地方都在用 而且检验方面检查一次就知道 这次特别复检才公布卖场名单 不得不让人质疑 好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又平 郑教授你好 这两天进口台湾的美国牛肉被验出 还有岛内明令禁止的瘦肉精成分 美方则是强调瘦肉精培林是安全的 目前岛内民众对此都是有怎样的反应 马英九的团队已经因为美国牛肉造成了几位政务官下台 那么这个美国牛肉其实讲穿了就是美国人利用他对于台湾的影响力 利用他对台湾在政治上的这种操控能力去企图敲开台湾的市场大门 只不过说台湾的民众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高越来越浓厚的健康意识 台湾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也越来越讲究 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呢 这两天必须对这个事情做出迅速的反应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证明说美国的牛肉所含有的这一些瘦肉精呢 是不会影响到民众的健康 台湾食品药物管理局说你要吃到12公斤的这个肉才有可能达到超标的这个瘦肉精 但是这种话怎么讲都没有办法平复民众忧虑的心境 我们认为说台湾的当局尤其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应该要严格的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任何一个执政团队如果展现出来他们会屈服于美国人的政治压力 而罔顾了台湾民众的身体健康这样子的选举团这样子的这个团队呢 很可能在选举的时候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的 那么你认为这次事件的症结在哪里 会不会引发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这件事情的症结恐怕到最后还是要看整个社会舆论的走向 毕竟呢台湾的民众对于自身的权益越来越重视 尤其对于自己的健康意识 台湾的老百姓可以说是绝对不会轻忽的 那台湾的民意代表部门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做出来强烈的反应 那对于行政部门来讲 一旦相关的民意代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之后呢 行政部门应该会尊重民意 只不过这个事情的症结依然是在于说台湾过去长期依赖美国 导致于导致了台湾的政治人物看到美国政府的压力的时候呢 往往会低头会这个弯腰 这样子的做法早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意 其实大家都期待说台湾的执政团队应该能够适时的对美国说不 如何对美国说不 这是一个艺术 但是也是台湾未来的政治领导人 所以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一件要事 好的谢谢郑教授的点评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 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高华柱日前被诊断出罹患肺腺癌 这打乱了马英九原本要任命他担任所谓台军参谋总长的布局 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的台当局行政团队 改组的幅度恐怕会增大 除了高华柱和已经准辞待命的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之外 拒绝参加台南民代补选的政务官都有可能出现异动 台当局官员表示 高华柱是否列入改组的考量名单中将是高华柱的病情进展决定 若术后恢复状况一切良好 留任几率相当高 以马英九的个性会以关心高华柱的身体状况为优先 至于台军所谓参谋总长人事调整 目前代理的林振宜扶正的可能性极高 外界分析认为 由于过去一年台财经部门负责人凭岛内财政经济 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研判财经相关部门负责人异动可能性不大 而除了高华柱和已经准辞待命的卫生部门负责人杨志良外 被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直接点名 不愿参加台南民代补选的政务官王玉婷高思博 在五都选举时拒绝出站的台教育部门负责人吴清基 也已经被点名做记号 因此他们被列入此次台行政团队改组的几率极大 为了增加与年轻网友的对话 马英九即将加入时下流行的脸书一组的行列 马英九在他最新的网络周记当中 就告诉外界他的个人脸书正在权利的筹备当中 开张在即 而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罗志强的脸书 还率先上传了马英九的短片 试水温 马英九的脸书还在如火如荼的筹备当中 但是还是不忘谈到他要敢流行的原因 过去账号还没正式开通 倒是在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罗志强的脸书上 已经先po上了马英九的短片来试水温 累计粉丝不断询问 炒人气的手段倒是真的很时髦 不过马英九要玩脸书 能不能开张大吉 第一课要先学会读懂网友的心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从台警政部门主管转换角色 不过才短短二十天 但是侯友宜对自己的表现已经相当的有自信 他在接受岛内媒体采访时说 副市长的工作其实比警政工作更单纯 他做起来游刃有余 不当警察了 但侯友宜的办公室还是摆上好几尊关公像 每尊都有故事 不过这尊西洋关公是侯友宜在侦破方宝芳命案后 当事人的儿子送给他的礼物 他说大队长 百日之内你能不能把陈静兴高天明抓到 因为抓到以后 我的结婚我才不会有遗憾 个正义的死者除霸安良的象征 关公代表正义也是侯友宜的信念 现在他成了蓝营的议员 蓝营民众不谅解的319枪击案 侯友宜依旧充满自信 我的办案不是去满足每一个人的喜悦 因为你自己有事了 才怀疑别人是有事 我觉得这个是社会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说自己不拦不虑没立场 但他也第一次证实 民进党曾要他入党 也劝他选宪长 当了一辈子的警察 说自己也最爱警察 现在变成了政治人物 侯友宜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判断 已经不在乎被贴上的色彩标签 好的各位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孙中山孙女孙岁芳 泰式在车祸中受重伤的妹妹孙岁芬 祝其早日康复 春节将至抢商机 台北年货大街热闹开街 全球限量天价手机在台亮相 运送过程大阵仗 运超车出动高度戒备 桃园一名150公斤的壮汉 家中昏厥 其身形过大 救护人员只能垂降施救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孙中山的孙女孙岁芳 日前抵台参加孙中山同像揭幕仪式 并在15号前往台北星光医院 探望因车祸受重伤的妹妹孙岁芬 虽然没有见到妹妹 但是孙岁芳说 会为妹妹念佛祈福 祝福她早日康复 带着大把鲜花 要送给还在家户病房的岁芬妹妹 孙中山另一个孙女 孙岁芳25年 没见这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了 再次相见 却是在孙岁芬 与台湾严重车祸之后 希望她能够恢复 好好的 要放开心 我是佛教主 我想给她念几句佛 念几句阿弥陀佛 心里心里明白会念 25年前见到妹妹是在广州 如今返台赶来探病 却不得其愿 孙岁芬家属不在 加护病房探病时间没有约成 不到十分钟 姐姐孙岁芳空流遗憾里去 没见着重伤的妹妹 倒是一早 孙岁芳去祭拜了父亲孙科 在阳明山的墓园 在墓前住足两久 沉思念佛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每到这个时候 台湾的民众都会涌向年货大街 来采买年货 台北市两条知名的年货大街 迪化街和华音街 从15号开跑 而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今年年货大街的商品价格 普遍上涨了一到两成 滚烫的烧酒机 冒着白白水汽 店家忙着准备要开卖 因为年货大街 已经正式起跑 这个在我们这边买 很便宜又是花蒜 有火锅料还有花生米 今年价格都涨了 今年价格大概涨了一成是两成 哇 怎么涨那么多啊 没有办法 可能是气候变钱 然后产量变少 以代代现炒花生米 是过年期间 很多人家必备零嘴 而涨价子还有高档食材海森 要打造华人年货大街第一品牌 低花街店家一点也不敢马虎 连周边设施都必须经过机查合格 要赶快来改装 就怕滚烫的热气会烧坏电线 还有瓦斯桶也要检验 要有合格标签才能使用 而摊贩上一袋袋食品 也得标明来源和出处 违规的话可是会被车证 一早数十名机查人员就来抽查 做检测 从15号已经附近得改到 以免卡在半路那可就更麻烦了 每到岁末年中 台湾许多企业都会办大规模的宴会 以犒劳平日辛苦工作的员工 这样的宴会在台湾被称作尾牙 每年的尾牙也就是各大企业拼人气比财力的时候 由于去年的收益颇丰 台湾的知名电子大厂 广达和鸿达店 办尾牙都是不手软 砸重金请一人开唱炒热气氛 为员工准备的摸台奖金更是大手笔 台湾电子大厂广达 14号晚间半尾牙 请来歌手郭采杰 彭家慧和员工同乐合唱 总市长林百里更是变装 化身诸葛亮和员工分享人生哲学 不要赚太多 广达去年营收破照 重登笔店龙头宝座 尾牙摸台奖金也高达四千万新台币 就像一场庆功宴 而去年营收亮丽的古王宏达店 14号也在桃园巨蛋盛大扮尾牙 心情大好的董事长王雪红不仅开口唱歌 还自愿帮歌手黄小虎伴舞炒热气氛 只不过有点尴尬的是 黄小虎对王雪红不太熟 还反问王雪红是执行长吗 培竟公司营收量力 王雪红不以为意 还开了金口跟执行长一块合唱 执行长周永明压咒 再加码两百万新台币公抽奖 总价高达五千九百万的现场大小奖 让员工开心过好年 你想看看价值新台币七百万的天价手机是怎样的吗 日前有三部全球限量打造的手机在台湾展出 由于价值实在不菲 主办方在运送过程当中格外的小心翼翼 甚至还出动了运超车全程高度戒备 请色匆匆来到地下室直奔金库 黑色塑胶箱一共有两个 感觉得出有点重量 还得要装进白色麻袋 刻意未装低调 不好意思 这边不能拍 我们里面还有其他的货币 从银行前往饭店不过十几分钟车程 慎重到要动用运超车 一路护送保全 里头穿的是防弹衣 一手拿麻袋 另一手拿的是电击棒 就算运抵目的地 保全始终全程紧盯 如此阵仗 运送的居然是手机 一共有三支 刘金闪耀光可见人代表春夏秋冬 实惠手法描出图样用的是银粉跟贝壳粉更显贵气 夏已经卖给了日本富豪来台的只有三支 机身春采取的是白K金秋冬则是黄K金打造 一支要价台币七百万 相当一间房子 每支手机都有专属的盒子收藏 而且每一个图案都不同 背后的制作者是他 日本漆器大师 世赖和美 被誉为人间国宝 光是大学的毕业座 就被东京艺术大学给买下 不难想见功力深厚 配合大师来台交流 手机厂商特别答应把手机从芬兰出界到台湾 大阵仗保全就怕两千一百万 有个闪失 在抢救病患的时候真的是刻不容缓 桃园一名重达150公斤的男子 日前因身体不适在家中昏倒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施救时 发现男子身形过于庞大 无法从楼梯送移 最后只能将窗户拆除 靠着绳索垂掉的方式将男子送移 一名男子躺在担架上不惜人事 二十中名警销人员抵达现场破窗而入 赶紧拉好绳索 准备沿着二楼阳台 缓缓将男子垂降 一个重心不稳 担架倾斜成45度 摇摇欲坠 男子差点就从绳子上滑落 一伙人费了好一番功夫 甚至连脱掉车都出动 大费周章 才将男子抢救下楼 这名住在桃园中立 年约46岁的壮汉 重达150公斤 因为曾经中风 身体右半边体肤不能动 平常久不出户 现在又因为身体不适而昏倒 庞大的身躯 无法从楼梯送移 只能出动大批紧销帮忙 相当的重 大概有150公斤以上 因为它楼梯比较狭窄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用正常的方式 从楼梯运送下来 索性救护人员在十分钟内 就将男子紧急送医 经过医院观察 男子目前没有答案 好的各位 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购物餐饮体验梦幻海洋风情 香港海洋公园 全新主题景区梦幻水都将节目 推广福州的温泉文化 首届福州温泉旅游节开幕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香港海洋公园又要有新的景点了 原方重金打造的全新主题景区梦幻水都 这个月的27号就要开幕 在这个主题区内将会有全港首个水族馆餐厅 届时游客们可以近距离的与5000条鱼一同进餐 包含餐饮美容主题零售区的梦幻水都 将于1月27号在香港海洋公园正式营业 游客可以在梦幻水都买到以保护环境 海洋生物为主题的礼品 这些吸引别致的日用品 首饰是第一次在海洋公园里售卖 海洋公园新出的服饰包含了不少的海洋知识 比如说这件T恤 在T恤的正面有位小朋友 你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 那么答案呢则印在了T恤的背后 这些图案可爱又有普及知识的作用 其教育意义的服装 深受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发梦天使法天娜系列的手带 零钱包索士扣及T恤 是海洋公园与香港本地设计师 麦亚丹小姐首次合作的产品 因为法天娜是最喜欢发梦的 那她又发梦就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旅行 那今次就去到海洋公园这里游历 游客在梦幻水都可以一边欣赏水景 一边享受餐饮 放松心情 香港唯一的一间水族馆内的高级餐厅 也将于1月27号在梦幻水都开展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 地处闽江下游的福州 温泉资源丰富 有着中国温泉之都的称号 15号首届福州温泉旅游节举行 来自媒体和旅游业界人士 邀请福州市民一起担任温泉大使 共同推广福州的温泉文化 本届温泉旅游节以体验温泉魅力 感受健康生活为主题 通过温泉推广大使 名人体验温泉 中国福州温泉国际高峰论坛等活动 倡导体验温泉的健康生活方式 打造省会城市福州的温泉名片 这一系列活动让温泉业者喜上眉梢 对于我们业者来说 那肯定是提高知名度的 那游客肯定就增加了 福州于2010年12月31号 正式荣英首批中国温泉之都称号 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 率先摘取中国温泉之都桂冠的城市 旅游业者借此契机宣传营销 让游客可以在体验魅力温泉的同时 也感受福州独特的文化 我们这边着重设计的两个非常特别人物 一个名字叫做鸭靶 用福州话笨的话来说 就是好棒的一个意思 那么另外意思就是 雅面就是好温柔的意思 记者在开幕式现场看到 永泰赤壁景区 青云山御温泉等七大温泉景区 及福州市内七家温泉老澡堂 都在现场举办了大型展出 并且以惊喜折扣 优惠市民和游客 旅游节为期六天 将于本月20号落幕 这两天福州的天气阴冷 但是却难以阻挡市民出门运动的热情 2011年全国徒步健身大会开幕式 即福州市第七届十万人健步行活动 15号上午举行 参与活动的市民顶着寒风 却各个镜头十足 福州市健步行活动 今年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 成为福州市迎新年的传统项目 和群体性体育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设主会场 分会场 共有十万名福州市民参加 主会场有一万名福州市民参加活动 他们从福州闽江公园出发 到达终点福州望龙台公园 总行程约六公里 而福州马尾区及福州所辖 其他期限市的九万五千名群众 也在当地文体局和老体鞋的组织下 同时举行践步行活动 与主会场呼应 好的各位 今天中午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不仅带给您最新的海峡时照药文 也会为您送上两岸的新兴信息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十二点整 感谢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祝您周末愉快